单中,不难看出中国男星和韩国男星占比最大,其中韩国男明星李启光连续两年当选亚洲时尚面孔一位,而我们熟悉的韩国明星李敏昊,吴世勋纷纷上榜,那么中国男明星是怎样一个排名呢? 王嘉尔 都是十分抢眼的 吴亦凡,同样作为偶像练习生的导师,张艺兴此次也进入榜单,排名第六,成绩也是相当不错 作为对类的舞蹈担当,张艺兴多年练习,已经是八块腹肌的好身材,各种场合也是充满了时尚感 值得一提的是,张艺兴也是天朝四子中排名最靠前的一位 吴亦凡,同样被称为天朝四子之一的吴亦凡排名十九,说实话,这个名次偏低了,吴亦凡的时尚资源一向不错 去年更是频频进军国际,名副其实的国际凡,大排时尚代言更是数不胜数,绝对是四个人中最好的一个,只能说时尚感超棒的吴亦凡,下次争取更好的名次 而四子中的黄紫涛,此次排名三十四,相对不错,陆寒雪并未上榜 陆哥,陆哥的人气是有的,影视剧的资源也是应接不暇,不过论时尚感,平时综艺上表现略显害羞的小陆还需要加把劲啊 陈伟霆,同样上榜,并且宁次靠前的还有陈伟霆,排名第十四,看过陈伟霆舞蹈的观众一定会为他打call的 很多人认为陈伟霆和古剑奇谈中大师兄一样温暖,或者像老九门中佛燕一般霸道 但舞台上表演的陈伟霆,带有一种独特的魅力,这种魅力在他时尚方面很好地展现出来 平时拍摄时尚大片的陈伟霆,都是如此帅气的 不仅以上几位男明星上榜,最近人气正望的宋威龙,流量小声洋洋也在其中 你觉得